艷阳高照 晴空万里的好天气 即将进入尾声 缩拉台风来势汹汹 而且不排除直扑台湾 都从擦边过吧 没什么印象 台北好像没什么 很久以前是 纳粒台风那时候最大 好严重 很久了很久了 很久没有台风了 你们台湾没有台风没有进来了 有最强护果神山 中央山脉坐镇 四年多来就数个台风 统统没登陆台湾 不过根据目前模拟模式 缩拉有超过五成几率 成为全新台登陆台湾 而且结构扎实 吸饱水器 甚至上砍墙台等级 不管台风路径怎么变化 东半部都会有明显的大雨发生 这个迎风面东半部 还有这个恒春半岛 可能都是会有 比较明显的雨发生的一个情形 这个台风看起来的话 对台湾的威胁的确是蛮大的 如果说它登陆的地点 是在台东 或者是在恒春半岛的话 那主要影响的地方 就会偏南边 就是花莲台东 还有刚刚提到 南部地区的影响会是比较大 最快等到27号 路径会更明朗 但少不了风墙宇宙 尤其下周三四最靠近台湾 偏偏这么巧 就碰上8月30号开学日 礼拜二礼拜三 是有可能发布海景的时间 那路景的话 则是要看它实际的路径 还有靠近台湾的速度 可能会再稍晚一点点 缩拉为例不容小觑 影响时间恐怕拉长 防台准备也少不得 华语新闻物质横簧簧簧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而是用更加务立的时间 明昏发布 向依然不得进入 误会议若旧 人数验